大家好,我是邪惟銘 今天要 講的是 如何去把 一些 多餘的DTM 把它從這個專案去除 譬如說之前我們 加入的5米DTM 比較細 那我們希望在 模擬的過程,不要去跑5米DTM 因為比較容易當掉 所以,要來做一個去除的動作 那之前都是已經有做了一個設定 所以我們開始呢 要在Network這邊 去做網路編輯 再來呢,就是在 編輯這個2D的Grid setting這邊 啊,不對,不好意思 是 Change 2D的order 這邊呢 去做一下 這個 去1-2的這個部分呢 把它移到最下方 為了要刪除它 所以我們在1-2的部分呢 要移到最下方 那移到最下方 那移到最下方 在做刪除的時候 就會從下往上 那如果沒有移到最下方 它刪除會把 上 它的 pattern也一併刪除 所以 啊 這樣的話 可能 在做完之後呢 會少 少兩個圖層 那我們按Next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 pattern的關係 那目前它的指示是說 36呢 是 也是2的 那個pattern 那 我們再過一下 做一下 36 呃 我們還要再做一個設定 等一下 這有兩個要做設定 那個pattern要取消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先 把 先把它做一下完整 然後 把這幾個 這幾個開起來 把這些都開起來 把這些都開起來 然後譬如說是這一個 這個是要做 我 要做一個編輯 那我們按 不是在這裡 在 Edit 就是 你現在選舉這個 呃 顧慮 要去做編輯 那這個 這個基本上它是沒有pattern的設定 啊 所以這裡 還OK 好,再來我們去 找一下 其他的 這個 這邊這個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啊 這邊 這邊基本上就是 那 按OK 好,再來 好,再來 還有一個 這邊也有重點 好,基本上就是 把它做 這邊沒有fix 好,None 所以 OK 再去 邊一下 Change 這個 然後我們再 把6 把6跟7移到最底下去 按Mix 那這個還是不正確啊 所以 呃,我們要做一個 做一個清理 這裡 3.6跟3.5 它這衣服在 2至9底下 看一下 好,先finish 好,這裡 1至9 4 3 2 5 3 5 4